今天有位朋友刚到景德镇 原来也是一个老朋友 然后他给我发了几张图 说他晚上在酒店帮我拍一拍 他带来的东西让我选一选 看有没有喜欢的 我就给你们来录一录 挺有意思的 然后他这个应该住在快捷酒店里面 东西都摆在桌上了 我本来是想让他摆到地摊去看一看的 他说明天天气太热 不想摆太 所以就提前给我来过目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是一个冷物的花鸟的一个小花菇 然后这边有几个小鼻烟壶和一个小鼻喜 中间呢是一个繁红山多的民国盖碗 左边一个福寿的坟采 寿淘的小碗 再过来有一个雍正没有盖子 那个壶 下面是一个盖罐 唐钢山水的民国的 年份大家都应该能看得懂吧 其实中间还有一个胭脂红山水的那个奶壶 大概的奶壶 然后我大概瞄了一眼 我看一下这右边这两个吧 克隆纹的一个小鼻烟壶 这个我倒不是很感兴趣 这些小玩意我倒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以前大多也买过 那个清早期的青花繁红的小杯子 这个我就不太感兴趣 我先让他拍下这两个粉彩的小碗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让他拍再给我熬看它 那两个花骨碑有毛病啊 都有冲线 然后边一间间的抱佑 他说可能有点冲线和抱佑 那我就先看看吧 我觉得这个还挺漂亮的 是吧 画着凤凰 牡丹凤凰 一个晚清的 晚清的花口碑 挺有意思的 可以考虑一下 也是画着凤凰 上面好像还有那种阿宝的 虽然都是老货 但是其实咱们要能够在里面 找出更出彩的那一位 最有收藏价值的那一个东西 这是要有挑选的眼光 眼力眼光都要具备 我现在让朋友还是摆摊 让我去看 有时候确实怎么说呢 真的因为瓷器这个东西 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说你一言两语 就能够说得清楚 虽然咱们都是内行对内行 但有时候这个品香这个事情吧 真的有点说不太清楚 他又没有拍翔头给我 也没看太清楚 有时候不好去谈或者顾 我只是大概有个大概范围 我把范围就确定在 这两个凤凰碗盘一套 还有就这个奶壶上面 再帮他明天摆摊吧 摆摊我再跟他聊 怎么回我的 没有买摊 不行的话 明天我找地方早上早点去 一般早上几点去 早上五六点吗 天亮我早就往摆一摆 然后你要看的 然后你看一看 你摆我这里吧 不用钱 我有个摊位 我可以让他摆 因为我在国安城有个摊位 我平时放东西用的 我也处理一点小东西 让他摆我呢 我就顺带进水楼台 先得愿那个先看看 明天我在我摊位上 给他播一播 预知后市如何 请关注 关注 我就在那个兄弟那里 把这个买来了 所以我就给大家来 再拿食物来讲解一下 还是蛮漂亮的 当时在图片里面 视频里面一眼相中的 这一套 它是一个花口的粉彩碑 画的是凤凰牡丹纹石 还是非常少见的 怎么这么直接画凤凰牡丹 因为这个年份是晚清时期 然后差不多是光绪 这种样式其实蛮少见的 因为这种凤凰牡丹 一般是在清早期 清中期这么画比较多一点 像雍正 乾隆时期 那么在晚清 这种直接画凤凰牡丹 并不多 这种造型也蛮有特点 造型很漂亮 口原是苗金的 然后里面也画了一朵小花 花口的杯子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茶器使用 关键它是成套的一对 然后这么组在一起 还是非常漂亮 外面是画了这种粉彩 这种植植花 整个一套颜值很高 确实那个兄弟 后来在我那摆摊 后来也确实是放了漏给我 所以这套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 是否也觉得蛮好的 今天晚上会给你们 在直播里面 再详细讲解一下 希望您能和它有缘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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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